都说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今天农场主人就带着一群小狗来多管闲事 这群多管闲事的狗已经迫不及待想给老鼠松松 任它东西南北风 咬住老鼠不放松 这是狗狗们的口号 小黄狗个子虽然小 却最翘手一盘 自个先开始挖起来了 其他小狗狗也在等待主人挖出老鼠 好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 这时一只老鼠突然窜出来 小白狗反应最快 其他小狗还没有反应过来 它已经咬住老鼠 苍蝇嘴巴狗鼻子真灵 小黄不甘示弱也抓住一只 还不停摇头晃脑 不过不小心把老鼠甩掉了 主人一插子下去 一个更大的老鼠 给这群小狗忙坏了 老鼠四处逃窜 狗狗到处追 大黄虽然腿长 却还没有抓到一只老鼠 这让它这座大哥的很尴尬 站在一旁看着小黄 小黄最聪明一直跟随主人的铁铲 一抓一个准 大黄这边也终于抓到了一只 疯狂给老鼠松骨表达自己的喜悦 小黑狗依靠嗅觉判断好老鼠的位置 这狗子应该在南乡深造谱 挖起泥巴非常给力 依靠专业的能力顺利抓到一只 今天这群狗子可能掉进老鼠窝了 抓的是不亦乐乎 老鼠今天是惨遭灭门了 这衣某的能力量